封車傳出呼吸咖啡的Nattie和Jan 喂 阿遠 做開飲食業的你 覺得怎樣才是一間成功的餐廳 嗯 那就要環境好 那些食物又正 那一間好的樓上咖啡呢 那當然要有梳化 有些玩具 這麼容易滿足 現在一間都是差不多的 那你就錯了 等我帶你上去一間 用Live Music和文字製造出 充滿文藝氣息的一間樓上咖啡 成員Nattie和Jan 就會告訴你 怎樣才是一間 令人真正感受到輕鬆的咖啡 Hanetti 那為什麼你們老闆青龍會有這樣的想法 把Live Music融入咖啡呢 呼吸咖啡 開到今年已經是第八年了 我們老闆本身是一個很喜歡聽歌 但是又不會玩音樂的人 然後他本身就在香港開了一間有五層的咖啡 然後他就覺得不如在其他地方再玩一下 於是就在昆明開了一間咖啡 在昆明花咖啡那裡就有很多不同的小數民族 很多外國人的音樂人 都在各個地方玩音樂 然後我老闆想想就覺得 為什麼台灣Live House搞得這麼好 內地又搞得這麼好 香港好像沒什麼這個文化 那他就有點不值得了 於是他就開了四五六七 這四層之後就喉著三樓那裡 那個租約期滿就說 哎呀你給我破壞我啦 給我搞Live House 於是就在三樓又自己設計了 整間香港很台灣風的Live House 他就很希望可以幫到一些 Local的Musicians 有一個比較漂亮的 清新的 舒服的地方 可以玩他們喜歡的音樂 又給香港的觀眾去聽 他們喜歡聽的清新音樂 我們類似一個平台 開放給不同的喜歡音樂的朋友 他們只要是傳他們的Demo過來 我們覺得跟這個風格都很合和 那就會幫他們排棄了 一個宗旨而已 就是希望很行切地辦下去 不想停 所以我們是每逢星期日 下午三點 你上來呼吸一定有表演的 大部分我們很開心 搞了大半年 那些表演者是很努力很努力去預備 就算可能 譬如Color、Suppa那些 玩開rock的東西 他們都會說 好吧過來呼吸 你們就排一套奏奏奏奏 所以那些人都會覺得 很神奇 為什麼可以聽到這些樂隊去奏奏奏奏 我們就覺得整個氣氛都很好 可能我老闆經常說一句話 他說可能因為我只是喜歡聽 但我不懂音樂 那我就沒有什麼標準的 即是我們很包容不同類型的音樂 只要不是吵到會被警察叔叔投訴那些 我們都覺得可以上來玩 所以其實都是只要你很用心 預備我們聽得出來的誠意 我們就會讓你玩 我們就會讓你玩 樓上的咖啡店的地方都有限的 那你們如何安排令到表演者和欣賞者都有足夠的位置 我們就搶一件很壞的事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 要坐得很舒服看表演 但我們就不行 我們很想行台灣那種旅行 香港全金尺圖 租了一個三樓也挺貴的 我們又想進入多些人 讓樂手可以有多一點收入 所以我們就會逼香港人坐地下 老闆就會派一些日式咖啡在地下 讓他們很清新很坐下來 拿著一杯果汁咖啡在地下聽歌 都應該挺舒服的 還有我老闆自己也設計了所有的傢伙 整個優惠 都是那種給人的感覺很舒服 陽光下午那種感覺 做了飲食為何會擴展到他出了雜誌 首先要說回我老闆青龍 他本身是一個做廣告的人 然後他對於排版雜誌那些都很熟悉 他就覺得很多香港的音樂人 又或者有很多香港的本土生活文化 其實未必有很多媒體會經常看到 他就覺得我們可不可以出一本雜誌 是令到多些香港的讀者 去看到關於香港不同類型的音樂人 譬如咖啡的生活 不同一些好的歌、書、電影 將這種生活文化推廣出去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主體 就是我們每個星期日都會有表演單位 我們是雙月康 雙月康就是三、四月號 只有九個表演單位 每個表演單位都會做訪問 另外我們有咖啡的部分 還有我們有自己設計家具的品牌 我們都會介紹不同 我們覺得值得推介很漂亮的家具 有認識香港人的家具 都會在裡面有看到 都不讓我們一起用 六、六、六、十、四、四、六、六、大、 buzz 對馬上和非常重e Live House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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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喜歡這類型的文字 因為我們的訪問 全部都是 譬如康喬 它是比較文學類型的雜誌 很台灣式的說法 好像多了一種選擇 我們覺得這樣寫是挺好聽的 還有有人會說 不明白為什麼一本文字會有菜單 其實因為大家要了解 我們本文字本身是in-house派的 菜單的目的只是想增加瀏覽量 因為我們有五千本 但一個月的客人可能有一萬人次 我們就五千本放兩個月 但我給了兩萬人看 其實是環保得來 又很聰明的 我覺得我老闆 在這本書中最享受的是什麼呢? 我們很享受跟不同的人物做訪問 因為我們本文字除了跟樂手做訪問之外 還會跟例如介紹一些香港的藝人 例如文身師傅也有 鞋子也有 你會發現原來香港有很多奇形怪狀的人 他們很有趣的故事 而且也跟呼吸的精神很相似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生活得很輕鬆很順勢 大家開心有興趣的事就拿出來說 未必一定很有新聞價值 或者未必一定是很值錢的 但是我們有我們喜歡的故事 所以他很希望可以說